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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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6日 所以經常都說了这个 拜拜是如何的軟弱 你说到明 即是开绿灯给这个普京 小量的入侵,我们是 acceptable的,是可以接受的,那你就就是养大了别人的野心,这个不是在于你那个对抗的嘛,是在于你对抗那个程度,不是说他不对抗,是说你对抗attachness的时候那个程度,如果是这么牙牙污的,这么窩可的,讲到名派部队的,又没有其他的后果各样的, 于是你就给了一个憧憬,这个普京大帝,啊,那么入侵乌克兰,因为为什么啊,至少人家入侵的时候呢,你不是水壶转里面嘛,及时雨送缸的嘛,你到农作物各样全部失收了才下雨,啊,那就不是一场及时雨啦,哇,有很多的咯,包括可能是慢点啊,可能帮手打击士气,喂,有专用的飞机给你走啊,扎连司机, 所以如果不是乌克兰的民族,啊,这个民族是这么高尚的情操,啊,肯抵挡住这个入侵的话,一早,啊,乌克兰这个地方就已经不否存在啦,那下一个当然就是台湾,啊,你的地图不是很大的嘛,一缝缝的嘛,那你说为什么乌克兰,为什么是台湾,那乌克兰是全世界的粮仓的嘛,天然资源又丰富, 经过几年之后,尤其是有这个经济的制裁啦,那俄罗斯当然就一窮二百,甚至乎啊,比不上中国的一个广东省,那他当然都想掩置一些富庶的地区,所以很多人经常都说啦,喂,大哥啊,你这些有欲无穎,怎么会搞这个乌克兰的呢,但是今时今日你知道啦,哼,原来他那些这样的部队各样,哇, 啊,俄罗斯,猜不到这么牙牙污啊,尤其是,哎呀,被这个朱萍,即是靠害啊他,在这个运动会之后才出兵,那就麻烦啦,别人的兵没了,啊,容了雪啦,结果,深陷泥沼,是啊,深陷泥沼,你那些车队那些不是吗,那些补级线,又是好像曹丕那样笑啦,啊,豈有连营七百里而能胜者,那但是,能的就看一下对方有没有抵抗的意志咯, 而乌克兰的总理扎连斯基,啊,语文一起,就是叫做,那些是什么呀,预嫁亲征,你不要理他是不是真的上到最前线啦,那至少别人肯留下已经是非常之一等一,如果不是,整个乌克兰各样,哇,总理都走了,就真的哦,没什么抵抗意志,就没有领袖嘛,那啊,了秀散的啦,三个字,咯, 那所以,真是呀,拜拜的剧本就是,哎,那我们盘点一下在拜拜字下有哪几个地方了,哎呀,所以他一上台我们都说了,世界大乱,啊,不是,又跟着呢,没算,没算,刚刚开始而已,to commence with, as in the beginning, 那我们有这个香港,啊,被人长驱直进,有缅甸,啊,已经不负存在,你,你,你今时今日都不知道那里变成怎样的,玩这个门罗主义啊,啊,国家自宿门前说,那你又没得说他的,就是他今时今日是什么呀,啊,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啦,啊,回去我们自己那里,搞一下那些环保, 好,绿色能源,减碳,生下自己的油管,搞这样的东西,喂,老实说,好像二手燕园你而已嘛,你自己,啊,就不吃哦,但是隔离中国啊,俄罗斯那些,不停在那里噴的时候,你搞来搞去,就只会益了那些绿色能源企业的而已,green new deal嘛,真是new deal啦,这次,啊,不停赚钱,不停赚钱啦,但是长远来说,整个世界有没有得着呢,没有的,为什么呀,你看看现在, 俄乌的局势发展,那里,那么多那些东西飞来飞去呀,都不少碳排放啦,是不是这么说呀,所以,整天同玩这个太阳能板的原理一样,你是呀,太阳能呀,这个可再生能源呀,源源不绝地供应你呀,喂,你那块太阳能板要维修的哦,你跟着有次生性的那个污染的哦,你要丢气的时候是会,啊,需要用到一大量的那些,咳咳咳,碳排放的哦, 那你又怎么计呢,是不是,那所以,第一个,最需要做的东西就是,stop了那些,不负责任的国家,包括俄罗斯和中国,如果不是,你自己在那里搞无用的,所以我就说,环保少女各样,你第一样东西,啊,要环保的时候呢,就应该,啊,去搞搞这个中国,俄罗斯各样的,才是的嘛,如果不是,你自己在那里闭门做居的时候呢,就不是做,是按, 以及,有时我都不是很清楚到底他们是,因为你知道啦,俄乌局势的发展,搞到那些油价飞涨的时候呢,益了谁呢,当然不是平民百姓啦,益了的是油企啊嘛,那些油企赚到盆满满啊,那不少都是拜拜的那些朋友来的哦,是不是,布殊家族那些的哦,洛克菲勒那些的哦,那所以,他不是不够,因为,道理上,啊,他都是要够的,那但是,拖慢来够,啊,又或者给一些 匹匹匹雷珠他啦,哼,真的啦,啊,就是到最后,他们认为自己都是可以重夺兵器谱排名第一位,唐加拿霸王昌,那但是,他们,啊,就会放你暗气,啊,给一些匹匹雷珠你叹啦,这里,话说德国,劲啊,啊,好过没有的,有,就是包括波兰啊,德国那些,那你不怪得他的,为什么呢,那人家当然是给一些旧东西你的啦,新东西自己用的,啊,那但是,啊,但是又粉碎了一些叫做俄罗斯人, 啊,中国式的那些宣传,哇,喂,很多平民那些,楼宇各样啊,都是污割自己的部队做的,那这点,有时是的,为什么呢,因为这里,波罗兰啊,啊,等等的国家,是给了一些米格29啊,这些是淘汰了的啦,啊,是一些垃圾级别的飞机来的,那但是,啊,就是做做个国际品牌,又不可以这么说他们的,因为人家是帮手,不过又给一些旧东西他玩的,你不像英国啊,啊,英国比一些多新鲜,啊, 而德国呢,又是厉害啊,德国最出名是什么呢,是东德啊嘛,他给了些什么呢,有几千粒那些防空用的,啊,装备,那但是呢,有65%的器材啊,都已经超过35年的啦,2014年时候呢,就已经不再用的啦,是原产于东德的产品来的,仓库那里放了几十年的啦,那结果,当然就是很不准确啦,那所以,违今之计,就是如果你是 美国,你应该怎么做呢,可能都来不及,哎,话说啊,拜拜,他那八百几亿的器材,那些全部最新的哦,如果可以放去给乌克兰用,你说现在多好呢,谁知道给了东星班,啊,就是给了中国啦,那今时今日就,冬了在这里,如果他真的想帮手,很简单,就派些人,啊,工程人员,美国大把啦,去波兰一带,德国一带,帮手去upgrade那些器材,放些晶片下去,让他准确一些,如果不是的时候, 那时候呢,就只会是一个乱局,你不像美国的前任哦,就是啊,特仔哦,他在新闻报道那里都说了,当日为什么普京大帝是不会动啊,因为你只需要5-10%的不准确率就可以了,等这个普京大帝自己猜咯,等他不确定啦,他是敢同普京说的,他说如果你够胆弱的话,你莫斯科就会成为我瞄准的目标,哇,是不是真的啊,你不需要 所以要你是不是真的,那至少他觉得有代价的,有后果的,他就停下不动啊,而今时今日,是啊,西方国家那些经济制裁啊,但是隔壁,啊,有个朱平帮手啊嘛,虽然他都不是好好的啦,啊,就是要个老大哥,哎,你放他不是扮蟹吗,哎,普京大哥,你动手先,我看一下个情况如何各样,那我要源源不绝地提供资金给你的嘛,那所以, 啊,我要准备一番,你看看,你绿地那里走过去,我们隔着个台湾海峡啊,那所以是需要准备多些的嘛,筹算多些的嘛,是不是?啊,还有,如果你在奥运的时候动手,那不是挺帥仔啊,那所以麻烦你,啊,就运动会之后,啊,再动手啦,现在签了那些合约先,就是这样啦,那你西方国家,是啊,走去打击俄罗斯的经济,那但是, 普京大帝的筹算,你是鼓励了他,那我整个乌克兰拿了,跟着那些食物资源各样都是我的,那些电厂也是我的,那到时我自给自束闭关自首都还可以啦,我用什么理西方国家那些呢,2-3%的差价啦,我不是说过,你Sweet System嘛,那我就跟中国那边买回一些东西啊,各样啦,用他们的外汇买,啊,朱萍当然就随传随到的啦,如果他都还想染纸台湾的时候, 那所以没有的,你针对乌克兰或者台湾,啊,做的一些宣传各样的,就只会合了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脾胃,吃完又一分,吃完又一分,啊,还要倒转来说,其实,整件事的逻辑就很简单,针对乌克兰和台湾的宣传,啊,到最后益了谁,大家心知肚明啦,是不是? 至于德国给的匹匹雷猪,怎样才可以有用呢?好过送头盔的,啊,那啊,唯有看一下拜拜,会不会做啦,啊,我想他疗养中,就,没那么快想到可以怎样帮啊,哈,好,今天讲到这里, 都